每個人都在歡慶 大家都在歡慶慶祝 都在慶祝警察節 只有我們出來再為警察發聲 警察不過牢 人民更安心 人民更安心 回歸治安專業 警察人民雙贏 警察人民雙贏 從我們出來以後跟他們講 他們5月6號發了一個公文 規定全國發到10小時 事實上我們現在收到的幾乎沒有 那根本就是變相要給他們減加班費 然後變相打壓 然後很多縣市根本就沒有辦法 像新北市他們還是12小時 台北市也是12小時 然後外縣市也是一樣 而且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他們是拆飯給人家上 他們不願意說一口氣讓人家上完 然後呢我們跟警政署談過 說給他們吃飯時間 因為他們只要去穿著制服 去吃一下飯 民眾只要一PO出來 就一隻生劍一頓飯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些 台灣對警察 警政署對基層的警察 有太多太多的部門 一定要出來訴求警察真的需要崩潰 來保障這些真正認真執法的部門 我先生是民國99年的 27個模範警察當中的其中一個 我先生今天會倒下來是因為 他民國96年11月掉到南部 然後在100年的10月3號 在上值班的時候在值班談溫倒 極重度、殘障、全殘 然後目前是依賴著鼻胃管 還有氣切、還有尿管維生 他會昏倒前的那一個禮拜 是因為連續上了五十六個小時 四天啦 大概四天的時間上了五十六個小時 但是不是只有這四天喔 他是一直以來都是上這樣子的班 所以我覺得警察的制度真的很不人心化 那個遷到出行的那個勤務嘛 然後還有就是管區的業務 還有我先生是總務 然後再加上刑案績效 我們要求的是十小時上班不拆班 換句話說警員是不是回家 有一個一段式的休息 但是他現在的拆班方式就變成 我今天如果是十到十二個小時 或是八到十二個小時 中間去做調整 我讓你上八小時 我有讓你休 我讓你休兩到四小時 那兩到四小時對於一般人來說 不足以構成足夠的睡眠 我一般我就會留下來 把我的勤務裡面的公文 或是我該辦的事情給辦完 那實際上我接著 又等著上待會的四小時的班 我等於如果中間休兩小時 我的十小時或是八小時 再加上兩小時 再加上四小時 我等於每天都上十六到十八個小時的班 錢變少了 但是時間一樣那麼長 因為像我們知道光是在北市 平均一個月就倒一個 而且幾乎都是出血 就是中風出血 那其實像這一種他們很嚴重 心血管的疾病都很嚴重 像這一個月就有屏東有一個偵察隊長 他就因為中風倒下 但是警政署那一邊通常針對這樣子的案例 他都會說不是你身體不好 就是因為你有這個家族病史 所以他在因病過牢的認定幾乎是零 他是沒有的 他不認定 他們只認定因公 那所謂的因公就是 一定要在執行公務上 比如說受到槍擊 受到刺傷 受到任何的一個搏擊的狀況 他才會去 針對因公這一塊去做複製 我一定會把你們的意見完全整個 我們希望真的 而且我們希望真的要硬起來了 因為真的死了太多的冤魂 所以我們今天就宣布 如果一個月之內 警政署還是不願意改善 所有全國警察 協辦勤務過勞 他們還是要包山包海 然後包什麼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什麼華龍舟比賽 跟治安完全無關係的工作 什麼跳鎮報操 什麼養兵一日用在一時 這些我們全部都不接受 因為台灣的民眾 根本就不是報名 那如果說他們還是在找 一大堆的領遊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一個月 七月十五號 早上十點整 我們就會要備檢 暗名控告 李宏元部長 好 比如說查戶口 我們幫戶政查戶口 我們幫監理所查車牌 查違規的 其實這個都是其他 所有其他的公務機關要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通通包來做 而且我們還會算績銷 然後結果原警就花很多時間 去達到長官的要求 因為長官的要求 他只要有達到績銷 他可以因為這樣而升遷 可是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 警察在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跟本業脫離太遠 那我們跟警政署做反應的時候 我們希望訴求使用者付費 因為使用者付費有一個好處 人用免費的都不會愛惜會濫用 那我一旦開始跟你談使用者付費的問題 會不會用 也許還是會用 但是我用的次數會變少 我是不是可以讓他回歸本業 他們都說他們人力不足 經歷也是不足啊 但是除了大家長自己的本身 本身你在做那個情務上的切割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什麼叫做主辦協辦 像最近的抗議事件到最後 我們變成財團的打手 大家都在罵警察 可是實際上 難道那個是警察在土利嗎 其實不是 那他只是 他只是因為有這個命令 他不得不去那邊 執行他的勤務而已 可是到最後罵的不是財團 完全磨骨掉他的焦點 我們中央也有去談過 我們地方也有去談過 但是發現就是中央跟地方的接合 就是在接縫的這個當中 其實是很有落差的 因為他們給地方很大的權利 我們認為沒有錯 因為每個地方的民情 人力 還有就是當地資安 他會需要有所配置跟調整 但是啊 至少我們為什麼會一直希望 情務條例跟減少協辦 這兩塊你一定要做到 因為他是對全國所有的警察 過勞這一塊可以大幅減輕 他們給我們的回應通常都是 我們有假 但是 讓他們分配當地 其實督察這一塊 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是齁 我們認為我們是督好 不是把他當 不是打自己的小孩給別人看 因為有些時候你督 你可能督風紀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有很多警察 他沒有賭職 他沒有危機 他只不過是 站在他的本業 去拒絕某些不合理的要求 可是督察就會 對 在面對媒體的時候 或者是公開發言的時候 他就會講 對 應該要檢討 應該要更貼心 可是他有沒有去思考 就是說 他今天講這句話很輕鬆 他有沒有去思考 這個員警本身 他包攬了多少業務 他的工作時間裡面 要做多少事情 他是夾心餅乾 我們也會希望說 警政處在這一塊 對於督察的教育 就是說他的輔導 他能夠引導他的立場 不是督自己的遠景 違紀 你都盡量去督 督子盡量去督 可是你督的是 愛惜自己的警力 二線警官太多 這麼小的國家 官非常多 人家是幾千人 才一個官 我們是七百五十人 就一個官 所以我們花很多錢 在裡面一樣 二線的內情警官 但是他們領的薪水很高 他們只需要督勤 就可以領加班費 然後呢 督得很認真 然後很輕鬆的工作 然後但是我們一線的遠景 就非常的辛苦 對 所以我們 我們有要考慮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要拉鋸 我們要做一個拉鋸 如果你們不改 我們就從另外一個方法 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我們組成一個基層的工會 我們可以去對抗 這個不合理的制度 我們所有的不合理 也都是合法的啊 因為我們不可能違法 會同意嘛 那我們既然是合法的進行 我們就經得起考驗 但是重點 我們至少有一個 有一個可以為自己 講話的團體 然後有權利 捍衛自己的權益 而不是說 長官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 像宜蘭最近的班 很辛苦 所長副所長都照休 所有的遠景全部停休 他們停休的時間 幾乎比休假的時間還要多 所以我一個人當四個人用 他們全部都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